在娱乐圈中总是有着一些明星,他们不仅在国内是十分的出名,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,有许许多多的歌手以及一些演员,他们也都是这个样子,让不少人都是特别的喜欢。 面对着他们很多人也纷纷表达那自己内心对他们的爱慕之一,毕竟作为明星他们也是有着超级高的人气,那这样的他们看上去更加的迷人。 在现代娱乐圈中的演员之中也有着很多比较出名的,比如说范冰冰、李冰冰或者是吴亦凡等等,他们在国外都是超级受欢迎,而且在歌手之中也是有着很多就好,比如说张艺兴、陆罕、华晨与这些人他们在国外也是有人了解他们的。 所以他们也是比较厉害一些在平常娱乐圈中拥有着超高的人气,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,华晨与他在国外也可以说是有着不少的人气,而且那些外国人对他评价是特别高。 面对着华晨与许多外国人也纷纷表达自己内心对于他的那种喜欢,在国外很多人听到他的歌之后,可以说对于他的评价都是特别高,而且纷纷表示,这个人绝对在中恒火。 当然那些外国人,他们也是对于华晨与的评价超级的高,许多人也是十分的认可。 粉丝们面对着来自于国外的那些朋友们的评价也是十分的赞同,他们对于华晨与印象是十分的深刻呢,但是不得不说华晨与他的歌,确实是十分的好听呢。 这也是一个事实,在那些外国朋友听完这首歌之后都纷纷表示华晨与唱,那确实是十分的不错,而且许多高音的地方也都是特别的标准。 再加上有着很多反转的地方,比如说在一段很平淡的音调之中,突然会出现一个高音。 也正是因此让许多人在听了他的歌之后,都觉得是十分的热血,而且也是十分的有心意。 很多人都是特别热爱,面对这样的事情,许多粉丝都是特别赞赏的。 当然他们说听到这个歌曲也是由自己的好朋友,在中国的一些好朋友所带回去的。 对于那些外国的朋友来说,也确实是不错的一个机会,让那些外国人们也能够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,了解来自中国的歌曲,然后就了解中国的明星到底是如何的。 也有不少的外国人在听文化成语的歌,纷纷表示原来中国人唱歌也能这么好听,他们也纷纷表示以后会多了解一下中国文化。 面对这样的事情,许多人都是特别的自豪,作为中国人很多人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深深的自豪呢,华晨宇他所带来的大部分歌曲都是特别的热血一些的。 当然也有着很多歌曲是比较柔情的,让不少人都是特别的喜欢,面对着华晨宇许多人也纷纷表达自己内心,对于他的那种喜欢还有着爱知情而谦虚,说外国人对于华晨宇的评价是超级的高呢。 由此可以看出华晨宇他的唱功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。